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机会之窗正在关闭加拿大准备应对新冠大流行专题 多伦多大兜市区相关新闻报告专题 疫情恶化武汉肺炎最新动态加拿大首席工 共卫生官谭勇施医生和副首席公共卫生官Howard LJOO周一 上午召开媒体会,通报加拿大对于新冠疫情的最新形势判断 谭勇施 首先表示,目前新冠疫情的全球风险正在发生变化,除了中国式疫情 中心,许多国家无法检测到重要的病例,出现社区性传染,这是令人 担忧的局面,意味着控制和阻止病毒全球性传染的机会之疮正在 观赏,Lurban Don is Closing 这同时也告诉加 拿大,虽然加拿大迄今为止还能够检测和管控重要病例,我们必须做 好准备,从各级政府,各个社区,到家庭和个人,随时应对一旦社区 内更广泛的传染发生 Sumnal V&A, CL Ictuvial Original Image 准备应对大流行 谭勇施说,事实上,我们不清楚疫情爆发的轨迹将会如何 比如游客,能出现类似其他国家的情况,无法检测到重要病例和传播轨迹 我们继续密切监测各地的疫情,更多了解新冠病毒传播,改进应对措施 确保我们对未来出现的局面做好准备 我们正在的行动,是确保在必,要使能够迅速调整措施,从尽可能延迟疫情的传播速度,到预备应对 大流行,Pandemic 监测扩大针对所有国际旅行者这意味 着要让本国的医疗系统全面做好准备,将新冠病毒Covid-19 对全民的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也要将关注的重点,从来自高风险 地区的旅行者,转移到向所有的国际旅行者提供建议,教育他们采取 防疫措施 Sumniar Villainly, Clickto, Wire-Original Image 加拿大各级机构都将与联邦 政府一同协调配合,以便迅速应对和调整 加拿大已有大流行防范和 应急机制,我们将调动资源应对可能的局面 加拿大也在加快医疗研 就,为国际研发疫苗的努力做贡献 所有这些行动是加拿大应对疫情 大流行的坚实基础 谭勇施也通报了安省两个军事基地的隔离人员的 情况 目前在安省Trenton CF Bay基地的第二批人员 没有人出现症状 他们即将于2月25日解除隔离 从日本钻石公主号撤离的 人员目前在Cormonef基地隔离 没有人被检测到感染 病毒 所有人要采取防疫措施 卫生官最后呼吁所有人采取必要的防疫 措施 包括勤洗手、咳嗽或打喷嚏要遮挡 如果生病要留在家中 真 对海外旅行人士、卫生官表示 考虑到目前即将进入旅行高峰期 呼 与所有旅行者在出发前要评估自身的风险 查询加拿大政府官网的旅行健康与安全指引 www.https.travel.gc.ca traveling health, safety, trade l.health, noticeless,了解最新的信息 thumb bnight feeling only,click to via or retire nall image 在旅行中尽可能避免与生病的人发生接触 再结 述旅行返家后 要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 如果生病 一定要向医护人 原报告自己的旅行史 WHO 全球大流行绝对可能与此同时 是为 组织 WHO 总干事唐德塞在今天记者会上做出最新通报 强调幕 前有三项优先药物 一是所有国家必须把保护卫生工作者放在首位 二是必须调动社区 保护那些重症风险最高的人士 尤其是老人和有基础病的人 三是必须保护最弱势的国家 让有能力控制疫情的国家 尽最大努力控制本国的疫情 三是必须保护卫生工作者放在首位 一是必须保护卫生工作者放在首位 中国的病例 意大利 伊朗和韩国的病例突然增加 令人非常担忧 谈 德塞说 目前 我们没有看到新冠病毒不受控制的全球性传播 没有 看到大规模重症和死亡病例 但是 这种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是绝对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